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陪你阅读,陈陪德牧师和你游走书海, 想你爱上阅读,迈向成熟。 去圣地旅行是很多基督徒一生期盼的心愿, 华人信徒也不连忙。 但是,在华人读述有关圣地著作, 长久以来都是非常稀少。 个人记忆所及,只有恩恵牧师在前后相隔三十年出版过《耶稣的脚蹤》 和《踏着耶稣的脚印》,分别在1978年和2008年出版。 又有张贵富在1993年根据《麦尼丹的宗盛》 来到他编写了《圣徒千秋以色列的故事》 又有雷建华、雷譚淑明、牧师夫妇 合著了三小冊的《圣地灵女》 是由1999年开始 他们都是资深的文字工作者 或者是对《圣经史地》数有研究的学者 今集节目中,我要介绍的是 赛锦涛博士在今年年初出版的一本好书 书名是《跟随耶稣的脚蹤痕》 指标题《以色列心灵之旅》 全本书字数超过十二万六千字 口三百五十一页 《财色远征庄得到印刷》 里面是包含了《圣地实景》的照片 超过三百张 样样洒洒 非常之可观 蔡锦涛曾经从事过编辑的工作 多年来,亦都在《圣经翻译》 和《教会历史上高》有所尊严 他曾经赞写、翻译的著作 和一些学术伦文有几种 在几年前 他在香港信仪中神学院 完成了他的神学博士学位 如今他是沙田浸讯会的区目 亦都是信仪中神学院的兼任讲师 跟随耶稣的脚蹤痕 全书总共分为五个部分 各有三章 这一部分是《以色列的心灵之旅》 分为《圣经中的以色列》 以色列古今 和《古迹与心灵三章》 你都去讲述 第二部分 耶稣的早年生活 分为《伯利行》 《拿撒纳图周边地区》 和《约旦河和撒马尼亚》 这三个地区 你都去做介绍 第三部分 耶稣的事迹 分为《犹太抗野和死海沿岸》 《加利利海和沿岸》 和《北部地区》 三个地区 你都去做介绍 第四部分 《耶路撒冷》 分别由《历史名城》 《古城与圣殿》 和《古城其他城区》 三个向道 你都去说明 第五部分 《十架路》 分为《虎商路》 《橄榄衣》 和《耶路撒冷》 周边地区 三章 去讲述 《书的结尾》 刊有《虎商路》 《经文密相》 和有四种具参考价值的附录 作者经过多年努力进行资料搜集 背景说明 详尽 分布 和分章合理 行民谋畅 这本书的可读性很高 作者按着耶稣生平做基础 来去写成这本书 并且以地域来去划分 从耶稣诞生 总期生活 传道是职 去到耶稣受难 和复活升天的经历 期望读者 能够由历史和地理的角度 理解福音书所记述耶稣的生平 这本书 完成面世 可以说是作者多年来的心愿 希望能够结合圣经和旅游 就是 阅读圣经有关耶稣的经文 然后走在耶稣昔日 走过的路上高 不单只是一次阅读 或者是旅行的历程 而是领略耶稣所走过的脚踪 并且思考如何在生命的岁月当中 跟随耶稣的脚踪来行 由于这本书 不是为了旅游 来做参考的目的而赞写 所以书里面 将与耶稣生平 没有直接关系的一些内容 但值得参观的地方 只是提供一些简单 可以追寻的资料 或者是线索 不失它的实用和参考价值 我推荐一本书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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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s on Air